嗨,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 那我们上一节课呢 把这个基于朋友圈的这个每一个需求啊 进行一个分析 分析完过后呢 我们是不是该进行表设计了 好 那这个表设计呢 和我们普通的关系 所需的互表设计是有所差距的 它不一样 那么我们 我们看看这个基于noSQL的 HBASE 它来如何进行表设计 那第一个我们是什么 用户注册表 我们称之为什么 user表 用regest 我们这个表 那么我们想想看 我们设计表 设计这个noSQL表的时候呢 设计HBASE表的时候呢 是不是重点是这个rook怎么设计 对吧 后者啊 它就比较简单 对吧 所谓的列足列 它都比较简单 你有什么 往加去什么就可以了 重点来设计rook 那么就这样的 我们rook怎么设计呢 等于什么 啊 我是不是等于用户 用户名就可以了 它是英文的啊 这个是不是可以了 r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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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用户名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我们看看啊 那么rook等用户名 列足 A等于F 是吧 那列呢 根据这个属性啊 我们记个什么 列 有这个什么 有这个 有名 年龄 地址 是吧 email 还有个邮箱 是吧 有还有电话啊 Mobile phone 啊 那这个用户表 是不是可以就这样 设计划了 注册表 很简单对吧 那我们看看里面 关注好友表 我们称这个什么呢 我们称这个什么呢 Friend Friend relation relation 没错 这个单词啊 记不得了 还有关注表 那这个表我们想想看啊 我是不是得查我关注哪些好友 对吧 我关注哪些好友 通过这个表去查 那么我如果可以怎么设计 等于什么 等于 我的 我的 my id user 我们这样写行不行 我们这样做行不行 我们my id 下滑线 Friend id 行不行 这样写也不行 这样写也不行 有什么问题呢 假如我的这个用户名里面 下滑线 有下滑线怎么办呢 对吧 有下滑线怎么办 那有些人说 那我用这样行不行啊 那万一你用户名有时候怎么办呢 也不行是吧 那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期望推荐的方式 我们便希望这样做 那有些人说 太奇怪 这个这样怎么设计啊 定常 我们在系统注射时 我们的用户名是否定常呢 不是给你无限制圈输的吧 比方说这是什么 它是这个二十字节 这就可以了吧 定常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查的话 就能我们查前二十字节 表示是我的ID 后二十字节 表示是我朋友的ID 对吧 那OK 那我后面列呢 其实我一个随意就可以 是吧 列足F 列为空就可以 是吧 列为空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发送消息 是吧 就是 發送消息 发送消息 發送消息 发送消息 发送消息 这个表 那么它的楼可以怎么设计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MyID 可不可以 但是呢 我如果说如果是以我MyID为组件的话 那么后续再发一次的话 它不是又是会覆盖掉了吗 那我们这样干 MyID加时间 这定长是吧 这也定长了 例如呢 F 列呢 这个 有这个 content 内容 是吧 这个图片 等等 我们就写个内容就可以了 对吧 还有什么时间 send time 时间就可以了 是吧 等等 后面等等 今天我们设置一个小项目 我们不要搞那么完整了 我们再看 哎 这个就三个基金基本上已经满足我们这个 这个条件了对吧 表示已经结束了 那么我们再看啊 我们看我们这个整个一个 我们这么看 我们这个表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这种 或者自己模式是什么 我们回想看 回想看 这个是高表 还是宽表啊 大家想想看 我这个模式是高表还是宽表 嗯 想想看 什么是高表 什么是宽表 哎 既然我们现在在做项目 那么我们之前学的内容啊 学知识点 不能忘记 对吧 那显然 这是一个 什么 高表 那我问大家 我们如果用宽表 可不可以呢 用宽表可不可以呢 那有些人说宽表怎么做 宽表 对吧 很简单 宽表 设计 设计 Rowkey等什么 就等于蚂蚁ID 那我所 要关注的好友 的ID 是这个什么 是我的这个列 值得呢 为空就可以 不可 这是宽表的设计 那么高表又宽表 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 我们 不做评论 啊 不做评论 这个 有些场合 适合使用高表 有些场合 适合使用宽表 我们不做定论啊 不做定论 那么我 我的这个项目呢 我是以高表啊 为这个标准去做 那么我希望啊 我做完这个项目过后呢 你们以同样的方式 以宽表来实现一次 啊 以宽表来实现一次 好 那么我这个表设计呢 哎 也已经结束啊 表设计结束 接下来的呢 就是我们真正进行 进行编码的时候到 进行编码的时候到 那这个编码内容 还比较多的啊 大家呢 根据跟着我的节奏啊 加快速度 啊 这么点功能点 其实编码挺多的啊 挺多的 那么在下几个的时候呢 大家呢 要这个 静下心啊 跟着我一些快速编码 好 那么这几个呢 我们先到这里啊 这几个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 基于NoSQL的表设计啊 它和我们的关系性数据库表设计 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HBS 它更注重 RowK的设计 啊 那我们这样做RowK设计 到底有什么好处 在我们后面的章节里面 我们会使用的各种维度去查询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是有好处的 啊 有好处的 好 那么这一刻呢 哎 我们先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 啊 嗯 嗯 嗯